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他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好朋友,天天问候你,平安喜乐 在每一次节目里面问候你,平安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候 我真的期盼来自上帝的平安和喜乐 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里 我认为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 也许对某些人来讲 拥有平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譬如说,在重大疾病当中的人 他怎么面对往后的人生 怎么面对死亡 而且在这个当中,平安在哪里呢? 好像看不到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我想跟你分享一位年轻人的故事 他罹患了癌症 却活得比健康的人还要平安喜乐 还要乐观积极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 史蒂芬·西顿的故事 2010年,英国有一位15岁的少年 原本想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位脑科癌症专家 超过他当初的愿望 使许多人受到感动 这位喜欢穿T恤和牛仔裤的矮墨青年 每完成一项心愿 都会发布一张 挑着眉毛竖起大拇指的照片 宣告在这一回合中 自己已经取得胜利 最后他终于在2014年5月14号安息 得年19岁 这位奇特青年短暂辉煌的一生 使许多人受到感动 他的追思礼拜与送葬行列 有无数人邪行 他在遗言中表示 追思送葬的告别式要欢乐高兴 参与者不要着正统传统的黑色正装 要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 想去参加一个欢乐的聚会 送葬者围在他白色棺木的周围 个个竖起大拇指 乐队奏出快乐的乐曲 每个人脸上都显露欢愉的笑容 完全像一个欢乐的嘉年华会 斯提芬希顿一生的最后 便这样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他短暂的生命 令人永怀不忘 历史上有另外一个人 出生后就清楚知道 自己在世上的寿命 仅有33年 而且他也预知 是要走上悲苦绝伦的实价道路 但却能一步一脚印的走完全程 如果有一个人清楚知道了自己的死期 而且知道要受尽屈辱 鞭打 唾骂 在行刑途中还要受千百种折磨 将体力 稚气都消磨殆尽 才能走上痛苦的十字架 手脚被铁钉钉在木头上 让他在木架上持续忍受六小时的彻骨疼痛 等到血流尽了 冰钉再以铁毛刺他的肋旁 使他身上的血与水都完全耗尽 天地都为他的死亡昏暗 磐石崩裂 滚滚尘土飞扬 将各个他刑场弥漫 让行刑与观行者都眯住了眼睛 他最后痛苦的嘶喊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当这位年轻人在尝尽人生的苦味之后 才将灵魂交在父的手中 这一切苦难早在他孩提时 便能了然于心 但还能安步走到死亡的尽头 这位青年人正是人类的救世主 耶稣基督 斯提芬希顿能在短短四年中 努力完成四十六项生命的挑战 让生命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基督耶稣说起来应该不可以跟斯提芬希顿相提并论 因为他是神子 一般人岂能望其向背 但他也具有人性 就是道所成就的肉身 所以他无可避免的要担起人的一些软弱 但他却能在他的肉身生命中将人性这一部分完全发挥 并提升到了极致 成为人人应该效法遵循的圣范 今天年轻不留白 今天和你分享英国的年轻人 斯提芬希顿斯提芬的故事 虽然他罹患了癌症 却珍惜善用每一天 活得乐观又积极 其实我相信斯提芬 他可以活得这么乐观 跟他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他是一位信靠耶稣 有永生的基督徒 斯提芬知道耶稣已经先为他死了 为他复活了 所以他在人间看似死了 事实上斯提芬是去到了耶稣那里 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斯提芬不认为死亡是悲伤的事 他盼望每一个来参加丧礼的人都欢喜快乐 我觉得从斯提芬的故事的里面 让我看见了信仰何等的宝贵 因为当我们信什么 将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态度 影响我们的人生方向 影响我们每一分每一秒 如何做选择 如何看待生命 可说是里里外外影响着我们全部这个人 亲爱的朋友 你所信靠的是什么呢 斯提芬的信仰让我看见 他所信靠的有真实的平安跟喜乐 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因着信靠耶稣 有这样子的平安跟喜乐哦 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有耶稣同在 我们就不会惧怕 我们有真实的平安 有真实的喜乐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和你分享的故事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